你好我是嘉宁今天主题是热火跟最佳第六人 Tile Hero完成一份4年1.3亿的合约 会不会给太高热火队在想些什么呢 准备好了吗?Go! 根据报告大成的这条显示 热火队预计会跟上个赛季的最佳第六人 Tile Hero完成一份4年最高1.3亿的合约 所以军薪会在3000万左右 至于合约的部分一切要以官方为主 总管由头Pet Rally表示他每天都在进步 我相信外他会表现得更好更出色 至于Tile Hero是2019年进入NBA的年轻球员 上个赛季场均数据为20加5加4 这张成绩但也让他拿下了最佳第二人的肯定 简单了解完球员以及合约的状况之后 接着来讨论一下热火的想法是什么 直接来看新资表 热火本季团队薪资为1.49亿 下个赛季则是1.5亿 英雄哥的合约预计是从23-24赛季开始跑 所以本季对热火来说薪资压力其实不算特别大 不过下个赛季 也就是23-24赛季 团队薪资的部分已经爆炸了 这里我们要注意两名球员 也会是老将Kyle Lowry 也会是射手Dunkin Robinson 我们先聊Kyle Lowry的部分 他的合约还有两个赛季 站在热火的立场如果他是健康的 有总冠军经验的他 当然会是攻守两端上的核心球员 更重要的是他的薪资虽然超过2800万 不过因为只剩下最后两个赛季 所以站在热火队的立场 Kyle Lowry就是先留着 期待他可以保持健康 而一旦要进行交易 也就是甩合约 其实难度不算特别高 这里我们举个例子 胡人队要甩掉威少4700的合约 才是高难度 所以Kyle Lowry的部分 我自己认为问题并不大 接着来讨论Dunkin Robinson 上个赛季结束之后 他就对于自己的上场时间感到不满 他的合约还有四年 均心在1800万左右 老实说以他的能力 这份合约不算特别贵 可是以他上个赛季在热火队的上场时间来看 这份合约可能就不太值得 接着来讨论为什么 画面上看到的是 上个赛季季后赛热火队球员的上场时间 Kyle Lowry因为受伤的关系 所以很多场比赛没有打 也因为他受伤 所以Oladivo有了更多表现的机会 这里要注意的是 目前26岁的Struz 季后赛18场比赛 他都是先发球员 场均得分也超过了10分 另外另一赛 他的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x1 更重要的是他的身材 相对于Donken Robinson 以及Tiler Hero来说 是比较壮一点点的 这一点对强调防守的热火队来说 当然比较加分 另外季后赛打得很好的 Oladivo 本季也跟热火队完成一份新的合约 Oladivo过去不但是全明星等级的球员 同时也是年度防守前二队的球员 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预期新赛季 只要他是健康的 那么他一定会在轮换名单之中 好 接下来回到Donken Robinson的部分 季后赛不但只有打13场 而且上场时间只有12分钟 这个数字甚至比立民后卫 Vincent来得更少 所以在Tiler Hero完成新合约之后 即便本季由头没有操作交易 那么休赛季也一定会动 因为S2跟Vincent也都准备换合约了 看到这里相信球迷对热火团队薪资跟全人轮换的部分 应该有更多的了解 简单的说热火后场球员太多了 接下来回到Tiler Hero的部分 目前他是23岁 前场另一位核心Bildo目前是25岁 球队外核心一位在前场一位在后场的配置 我个人认为是OK的 至于四冠长的Gimmy Butler 虽然是现阶段的球队一哥 可是他已经33岁了 再加上这几个赛季 Gimmy Butler除了场次也不算稳定 所以慢慢的也要把棒子交给Bildo甚至是Tiler Hero了 我相信一定会有球迷问Tiler Hero这份合约会不会给太高 我个人认为是稍微高了一点点 不过还可以接受 第一点他的合约是下个赛季开始跑 而一般预期下个赛季的团队薪资上限还会再调高 第二点通则身高63的Infinity Simons 在休赛季签了一份4年1亿的合约 上个赛季他的场均数据是17分3助攻 而尼克对达J Barrett 日前也完成了一份4年最高1.2亿的合约 上个赛季他的场均数据是20分5篮板3助攻 所以在以上这两名球员合约都破亿的情况下 他在Hero签下这份新合约我自己是还可以接受的 实际上他在进攻端上的问题不算大 未来要加强的是防守 有意思的是尼克对达J Barrett 也是2019年进入NBA的球员 所以19年选秀会进入NBA的球员 目前已经有胖虎骑士队的Garden 灰熊队的John Moran等球员都拿到大合约了 现在观察是勇士队被受瞩目的球员Jodan Poore可以拿多少 因为休赛季当脱折给Anflin Simons一亿的时候 一般预期Jodan Poore可能会拿差不多的合约 可是在他的Hero军心来到3000万的情况下 我相信会带给勇士队相当大的压力 因为勇士郑重还有三核心甚至是Wiggins要留 这种是对于团队心智的部分压力当然更大 简单来说会有比价效应 咱们再来看看一样是19年进入NBA的Jodan Poore 到底可以拿多大的合约吧 好以上就是我对于台湾Hero新合约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至于你们有什么想法跟看法呢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让我们轻松的小铃铛别包 好以上就是这一节内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 今天的影片就出了 希望大家喜欢跟上周围的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频道有个试试的 鼓勵 更重要是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就这样子了 我是嘉宁 我们再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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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